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世三宫那出身比曹操强多了 有人说曹操他脑瓜子聪明 在三国演义当中比曹操聪明的人一抓一大把 比如说诸葛亮 聪明到什么程度都不像是人了 鲁迅先生评价他像妖精一样 那有人说了曹操会演戏会拉拢人心 哎呀我觉得刘备刘皇叔啊 他也会演戏又摔孩子 又要弄死媳妇啊 又说媳妇我不要了 对吧 那就全都是拉拢人心的这个手段 哎不觉得比曹操差呀 但为什么曹操就能变强呢 很多时候我们在学历史啊 我们在了解历史 我们在听历史的时候 朋友们的出发点不太一样 有的是听乐呵 有的是满足好奇心 有的朋友呢 是希望在历史的呃人物事件上找到一些指导他现实生活的这些小方向啊 但是到底有没有这种万金油市的办法说在历史故事里边提炼出来一个说你放在生活当中啥怎么用都好使 然后这个百事不爽放在什么地儿都可以呢 可能有啊 但是我还没发现啊 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呢 就是你会在历史故事当中了解到有些事你不能做 有些话你不能说 有些心思你不能动 动了就要出毛病 这些历史会告诉我们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曹操是怎么变强大的 在曹操变强大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事件当中 看看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收获 要说曹操是怎么变强大的 先得来说一说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背景 但这个背景咱们还不能说的太大 因为太大 即便是像曹操这样的枭雄 那鱼点也落不到他身上 咱们就得说的相对把这个角度啊 放的平时一点 但是呢 咱们整个这个眼界可以放的长远一点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 那那落眼点是哪呢 就放在董卓 结迁了汉县地以后 咱从这开始说 当时董卓干出这个事 东方周郡 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 既然阻止不了 大伙就丧失这个信心了 说干脆咱日子还得过 那么说我们没有办法替国家做点什么事 那我们就干脆做一点小事吧 什么是小事呢 就是我们自个儿搂点地盘 但是又一想这自个儿漏点地盘 好像对于个人来讲是大事啊 对吧 啊 涉及到个人无小事吗 所以对国家来讲的小事 对个人来说是大事 于是所有的人 所有有点势力的这种领导者吧 都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 这个业务啊 于是各个地方群其而夺地盘 而且事实上在当时南方还不是特别发达啊 政治上的这个关系比较浅 在北方的洛阳残破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出来竞争 寒谷官以西呢 事实上他还是董卓控制的 所以你怎么能够在董卓控制的这个地盘里边 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大势力来和董卓抗衡 或者去抢董卓的地盘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故事 包括我们讲曹操的这个舞台 就是在幽州 并州 青州 豫州 徐州等七个州 还有荆州 扬州 两州的北部 就这么大一块地方 也就是今天我们国家的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四个省 加上安徽 江苏 江西 湖北 四个省里边都有江 汉 沿岸的地方 这个就是曹操的活动区 但尽管这样 就这几个省 你也别嫌他小 曹操在这几个省里 他还数不上数 为什么 因为比他身份地位高的 比他出身好的 比他有条件的 有的是 比如说 汉灵帝末年的时候 有一个幽州牧 这个人叫刘渝 你听他姓刘 你就知道了 他是汉朝的宗室 他的这个状况 其实历史上给他的评价 叫仁后 当官比较显良 老百姓挺爱戴他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要在盛平的年代 你这官好官 绝对的 又清廉 然后又没有啥说的 老百姓爱你 你给老百姓办实事 你的医生会很顺利 会很平坦 口碑会非常好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些辉煌的瞬间 这都不错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赶上一个乱世 那我们不是讲 这种人性上的优点 放在乱世 他肯定吃亏 但是不过呢 你要在乱世 要学会保护自己 而偏偏流鱼就不太会 没有啥太多的筷略 对于这个攻城掠地 对于这个江湖上 我怎么混 我怎么能够 在什么什么地方 我在弄一个大地盘 我怎么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 他脑子里边没有太多的想法 关键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他身边也没有啥好人能够帮他 所以这个刘渝 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里边 其实挺悲剧性的这么一个人物 而他的这个悲剧呢 既有他自己造成的原因 同时也有那种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的因素 当时幽州 就是刘渝的手下 有一个军官叫做公孙赞 公孙赞这个人 他手下有不少强兵 而且为人比较桀骜不逊 所以他的这个性格 和那幽州牧的性格就不一样 那难免他就会有一点 这个瞧不起呀 或者说是自己有一点野心得不到施展 得不到抒发的这么一状态 之前政治比较稳定的时候 啊 秩序还在的时候 他不敢说什么 现在董卓搞了这么大一个事 他就觉得 也许像我们这样的人 机会可就来了 啊 形式就是这样啊 汉献帝是董卓给立起来的 可是呢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董卓立这么一个皇帝 大伙认不认同啊 没法说吧 对吧 因为皇帝立谁 不是你董卓说了算的事 于是有人说 指出董卓这个事情干的不对 我们不承认这个皇帝 这也没啥不好的地方 也没啥说不出口的 所以呢 这就给了所有人一个去讨伐董卓的理由 对吧 未必大家认为汉献帝就是一个好皇帝 或者不是一个好皇帝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给了大家一个去挑你汉献帝毛病的理由 啊 那挑毛病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要把我自己做的更大更强 我可不是想到说 我把这个国家啊 把这个大汉 我再给他做好了 大汉早不行了 要行的话 轮得着这帮人想这些事吗 这公孙赞就想借这个机会 我做一点傻啊 做一点能对我有好处的事 但是就在他还没想明白的时候 有另外两个大手出现了 这两个大手 一个叫袁绍 一个叫韩复 袁绍大家很熟悉了 韩复呢 是当时的纪周牧 他的这个职位和刘渝 基本上按行政职位上是一样的 来找刘渝来了 啊 他们俩打的什么算盘呢 人家想的是 你董卓能立一个皇帝 为什么我们不能立 董卓你立皇帝 把皇帝给裸走了 我们没有能力去征讨你 或者叫我们没有必要去征讨你 啊 我们要的是我们的 反正你那个 我们不承认 我们再立一个不就得了吗 何必把你那抢回来 有啥意思 立谁呀 就想立刘渝 因为刘渝是汉朝的宗室嘛 对吧 说出来也好听啊 哎 就研究 说刘渝啊 咱们搞一个这事呗 那刘渝听到这个提议的时候 首先心里是一惊啊 他怎么能够干这种事情呢 但是也知道这个天下乱了 啊 我估计他得有零点几几秒 想 哎 真是个好事啊 他们看中我了 想让我来做这个事 但 马上他就看清楚事实了 说哥 我自个儿没这实力啊 啊 别说是 我不能做 就算是我真做了 就冲我这脑子 面对你们 不得让你们给我玩死啊 卖了我不都得给你们数钱吗 对吧 也许最终做下去 那我就是个傀儡啊 说是个皇帝 那我能享受到啥还不一定呢 我啥事都得听你们的 你们啥都得架着我 我不干 更何况这是成了 这要是不成 那更晚死罪 对不对 这是逆天之罪啊 怎么算自己都不合适 他干脆就拒绝了 拒绝之后呢 你说像 每一个人在这种时候啊 在这种历史的 这个拐点期呢 他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是吧 有的人可能就 哎 干脆就这么地吧 啊 你就当 没跟我说过 我也就当我没听到 是不是 你们在想别的办法 我也不会把你这事说出去 对吧 有的人呢 就会一拍大腿 行 咱整就整 反正我就已经这样了 当个皇帝 总比不当强 对吧 就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刘渝选择什么呢 他偏偏派人到长安去了 去朝见这个汉县帝 那这个时候 汉县帝 他被董卓给困住了 董卓也希望 有很多人能够来朝见 为啥呢 一来朝见 不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立的这个皇帝了吗 汉县帝也希望有人来朝见呢 希望有人能够帮助自己啊 啊 所以 刘渝的使者一来 董卓方也好 县帝方也好 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但是这过程里边 有很多话是不能让董卓知道的 因为县帝想跑 不能让董卓知道 刘渝来干啥 也不能让董卓知道 那不等于高小壮吗 他也不想干这事啊 县帝呢 就把刘渝的儿子找来 就跟他说 说你回去赶紧找你爹去 那儿子说 那我找你爹干啥呀 哎 朕给你个秘纸 让你爹马上派兵来迎我 把我给接走 啊 我是皇上 我跟董卓跟着搞什么 立个愣啊 对吧 我跟你们忠心耿耿的臣子们在一起 咱都是姓刘的 咱都是一家人 对吧 我我们都是书表亲 亲上家亲 夺 近边的这个关系 赶快赶快办这事去吧 那刘渝的儿子叫刘和 刘和呢 接了这个纸就走了 但是因为这个事实在是关系重大 他也不敢走大道 打算走小道 这小道一走 就走到袁树的地盘上了 这个地区叫南洋 本来呢 袁树是为了要夺董卓 带兵驻扎在这儿的 就没想把这地儿 摁成是自己的地盘 恰巧孙坚打长沙带兵 到这来 把南洋太守给杀了 杀了他以后 袁树就想啊 机会终于来了 这个地方原来归县地手下的官 我不能下手 下手我不是人了 现在让你孙坚给干死了 那我就抢回来呗 抢回来谁说了算的 太守都死了 当然我说了算了 将来皇上出来再说 现在这是我的地儿 于是他把南洋给占了 然后这刘和一过来 一栏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你干啥的 刘和一讲我干什么干什么 袁树手下的人一听 赶紧向上汇报 袁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是非常非常惊讶的 这叫啥呀 这叫迎接皇帝呀 这是大功啊 这一想 刘渝算个P呀 我是多么大的这个贵族的出身呢 对吧 说这消息要是让我知道了 那我要是把这事办了 那不就没有 刘渝啥事呢 但是后面一想呢 说这里边有啥弯弯绕 我也不知道啊 刘和也并没有跟我完全的焦底 说我万一把他们都给清出去了 都给踢出去了 皇上不来 咋认啊 而且我本身我就干不过董卓 我多拉一个帮手呢 就是一个帮手 于是他把刘和给扣住了 派人告诉刘渝说 你儿子在我这儿 皇上给你的秘纸 我也听到了 咱俩这么干 合作啊 你派兵 我也派兵 咱俩兵会同往皇上那去 啊 这样咱们做事情呢 你也有好处 我也有好处 咱俩承担的风险都不是那么大 你看我之前说刘渝 他的实力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当袁树跟他这么说的时候呢 他也并没有太多的挣扎 因为毕竟自己的儿子在人手里边 虽然说是好吃好喝招待着 那和扣着有什么区别呢 于是他就真的就派了几千人来 没交给袁树 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统领 那么 这件事情 就在操作着啊 操作着这个事呢 别人不知道 刘渝手下的公孙赞是知道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公孙赞总觉得这个事 自己比较高 自己比较厉害 刘渝啥也不是 自己要真的一直在刘渝的手下 他觉得不甘心 本来就想趁乱把刘渝干掉 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结果现在一听说怎么着 刘渝找着这么一个好事 那 这 这不能让他成啊 这要让他成了的话 将来 你刘渝的地位 再提高一些 我想把你干倒 那可就难了 所以呢 公孙赞就在旁边就劝刘渝 大哥 你不能出兵 啊 为什么不能出兵 一二三一二三给讲了 啊 讲完之后呢 当然他出于自己的私心呢 刘渝听没听懂呢 这玩意儿 人都知道心是长在肉里边的 真正的傻子是非常少的 所以刘渝没听他的 那刘渝没听他的 公孙赞就得想别的招了 说你 既然不听我 那我就要想办法 要你这事派兵了也不能成 怎么干呢 他就去找袁树去了 就跟袁树就说了 说 刘渝派兵 你知道让谁统领吗 袁树说让儿子统领啊 哎 好 你说为啥不让你统领啊 他跟你这身份不比刘渝强多了吗 说干脆你这么的 你啊 你把他儿子给扣起来 你把这个兵弄走 弄走之后 这功劳不就是你的了吗 对吧 我在中间我也可以 大哥你好的时候 你喂我一口神 不就啥都有了吗 公孙赞 干了这么个事 所以 袁树呢 就把刘和给拘了 拘完之后 就把刘渝的兵 就给抢走了 那这其实是 董卓在 捷迁 汉献帝之后 关于 立谁 不立谁 怎么立 若干 有兵权 有地盘的人 做的一些小动作 但是这个小事 在整个的三国演义当中呢 并不是特别 着重的去渲染的 啊 所以 有的朋友不是很在意的 但是呢 因为这是一件初始事件 从这个事件就出现了好几个角色 大家就知道这些角色 他是有私心的 那么接着往下说 公孙赞 串通元术 把刘和给拘起来 那么接着往下说 本来公孙赞手底下就有强兵 啊 他也有这个信心 有点能力 现在呢 又把刘和给拘了啊 拿到了刘渝派出来的这个兵 所以他当然 觉得自己 志得意满 啊 我要干点啥事 绝对没问题 我即便不行 背后还有大哥 元术是我大哥 哎 那既然元术是我大哥 我去 我有啥不敢干的呀 董卓 干哪呢 揍他 消他 干他 我也不知道 他这勇气是哪来的 啊 总之呢 他就以 讨伐董卓为名 出兵了 当然 公孙赞也不是傻子 他以这个名义出兵 干的是谁啊 干的是韩富 为什么干韩富呢 他需要个地盘 那你想 韩富也 一 没啥 准备 二 那公孙赞确实有本事 这边公孙赞打得非常的急切 哎 就希望赶快把冀中拿下 然后自己呢 哎 拿到一个地盘之后 我终于可以说了算了 这回我和刘渝比较起来 我比他还强 你不是什么幽州目吗 这回我把冀州拿下 咱俩差不多 而且我还比你有兵权 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但是 他算差了一个事 我得不到的东西 任何人也别得到 这种思路可能谁都会有 特别是我的仇人 别想得到 我可以把它便宜给我的朋友 这么一听 朋友们就知道了 这里边肯定有人占便宜了 谁占便宜了呢 袁绍 之前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袁绍和韩复俩人有过一个联合 现在韩复挨揍了 你说袁绍能不过来帮个忙吗 但是呢 人袁绍 人也不是傻子呀 我凭什么帮你呀 这个道理我们刚才就讲了 这种合作 它是初期的合作 都是为了做一个事业 而这个事业的终点就是夺天下 各位大佬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 所以初期我们抱团取暖 走到一定份额的时候 一定会分开的 可是呢 在我们分道扬镳这一天到来之前 有的人没等到这一天 先被淘汰了 韩复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好了 现在 韩复希望我能活命 那他有这种求生的欲望 袁绍呢 他有能帮助韩复的能力 袁绍为什么要帮助韩复 现在需要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是啥 咱们不着急 下一节接着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